花蓮县紫武县文教慈善协会连续多年在农历年前发放白米 受到各界的肯定和支持 今年紫武县募德的经费更充足了 因此除了发放花蓮市的竞品户之外 今年还特别参加600份要分送给吉安乡的弱势家庭 紫武县很感谢所有赛心人士支持 还有志工伙伴的付出 让关怀弱势的行动更有意义 来 新年快乐 花蓮县紫武县文教慈善协会连续多年 在农历年前发放白米活动 受到各界的支持及肯定 今年紫武县募德经费更充足 因此除了发放花蓮市的竞品户 还增加600份要发送给吉安乡的弱势家庭 这一次在花蓮1月8号 我们已经发送了1000份 那因为今年捐给我们紫武县的爱心人士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有多出了大约600份的物资 我们就想说把这个爱心扩充到吉安乡来 紫武县创会会长江如林 特别感谢各界善心人士支持 还有志工伙伴们的付出 让关怀做事的行动可以更胜利 那紫武县的名字由来就是 希望说我们要做到不偏不依 帮助到社会上需要帮忙的人 所以我们今年募集到更多的费用 所以延伸到吉安乡来 帮助需要更多需要帮忙的人 那我们也要在这里感谢所有的爱心人士的帮忙 让我们能够延伸到吉安乡来 关心更多的弱势团体 那我也要感谢我们十八村的村长 让我们所有的弱势家庭能够接受我们紫武县的帮忙 感谢紫武县文教慈善协会 抑助吉安救助的能量 在年节前救助了600份超过4000斤的白米 抑助吉安的良善跟善心推展 尤其在过年期间的前夕 我们相信这是一份温馨的关怀 更是一份鼓励的力量 1月14号下午在吉安黄昏市场前广场的白米发放 让吉安乡的弱势家庭也感受到温暖关怀 紫武县希望可以发挥抛砖引玉效果 在岁末寒冬之际 让社会更温暖祥和 借石立琴 吉安乡报道